要说《水浒传》里哪个好汉醉魂,黑旋风李逵当人不让是第一名,他一出场,便一直是个愣头青的样子,啥都敢干,还到处惹是生非,有好几位好汉都差点因他而死,而他的这个性格也让他遭了许多罪,最后都不得善终,什么?他不是被一杯毒酒毒死的。 他最后死得十分惨烈,真正下场究竟如何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李逵天生皮肤有黑,身材高大,愤怒之时,头发更是宛如铁刷子一样,他的性子非常火爆,一言不合就跟人当众打架,加上能把一双斧头五的虎虎声威。 得了个外号黑旋风,更有一个混名铁牛,李逵的性格中最鲜明的两点就是孝何意,也是这样的性格,决定了他的命运,性格乖张的李逵在一次斗殴中,武力直爆棚,一个不小心就把别人的小命给结果了,从此只能浪迹天涯,到处逃亡。 当时的信息比较闭塞,李逵逃到江州的时候,结识了后来也是梁山好汉之一的戴宗,他是江州两院压劳结级院长,神行太保,他认识李逵后,觉得这身武力浪费了太可惜,于是推荐他进了牢狱当狱警。 也算是一个小力,如果放到现在,分分钟就被抓回去了,如果李逵不作妖,就这么好好过日子,大概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,但李逵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吗? 当了小力,身上有了两个钱,生活是更加的豪放,在好斗的基础上,有添了好赌的毛病,没事就出入赌场,进了赌场,自然是十赌九输,于是他欠下很多赌债,日子也是一地鸡毛,在手头吃紧的时候,他就找戴宗救济,对于李逵来说,这就是哥们一起,但对于戴宗来说,却很是看不上他,只是不想浪费李逵这一身好武力。 恰在此时,宋江因为杀了颜婆西被发配到了江州,正好到了戴宗管辖的监狱中,两人因此结识,戴宗还将宋江介绍给了李逵认识,李逵本就听说过,及时与宋江,对此人也是十分敬佩,没想到初次见面,宋江就送了他十两银子去赌,这就让李逵对宋江更是五体投地,心甘情愿,成了宋江最忠实的小弟,简直是死心塌地。 一次,宋江,李逵和戴宗三人在酒楼吃饭喝酒,买鱼辣烫醒酒,可鱼是头一天,不新鲜。宋江想喝鲜鱼汤,哥哥要喝鲜鱼汤,李逵二话不说,就去寻。 谁知李逵不懂行,去了江边后,本想去抓船里的鱼,却拔了蝎子,鱼不见了,又去另一条船上拔了蝎子,就这样放跑了所有的鱼,渔夫们很是生气,拿起长蒿要打他,但是他们怎么可能是李逵的对手,反而被他一个一个打下了水。 这时来了浪里白条张顺,两人扭打起来,张顺不敌,正好宋江和戴宗来了,才把他们劝住,水湖里的兄弟们结识的一大形式就是不打不相识,这一打,认识了张顺,他们四人也成了好兄弟,宋江虽然是被发配到江州,但是因为有戴宗的照顾,加上死忠坟李逵的保护,日子过得也还不错,但是他实在意难平,于是一次醉酒后,在寻阳楼写下了一首诗, 这首诗被吴维军在弦通判黄文炳解读为反诗,向江州蔡九之府蔡德章告发,宋江被打入大牢。 后来,戴宗为了救宋江,传了一封梁山颇造的假信,被黄文炳识破,宋,戴二人被判死刑,压到法场待斩,为救二人,梁山二十多位好汉赶到江州,劫法场,李逵作为忠实谜底,自然不能袖手旁观,任凭哥哥被砍头,于是,虽然不知道, 有梁山好汉的行动,但却凭着侠肝一胆和一身的虎劲,单枪匹马就去劫法场了,梁山众人来了之后,他从预先藏身的楼上跳下,砍翻两个刽子手,与梁山众人同时在法场厮杀,就出送, 带二人后,李逵和梁山众人打入吴维军,残杀黄文炳,截了法场,自然不能再当普通百姓了,一众兄弟只好落草为寇,直奔梁山,梁山的好汉越聚越多,慕名而来的,不得已来的,骗来的,什么样的都有,这样一群无组织无纪律,又各个身怀绝技的人聚在一起是很难管理的,宋江也确实有几分本事,再加上一旁的李逵,总是虎视眈眈, 但凡有人不服哥哥,他就要冲杀出去,也打消了一些人的不服之心,梁山上的李逵为宋江马首是瞻,宋江做出的决定他第一个支持,宋江让他去做的事情他毫不犹豫,只要是哥哥说的,都是对的,这种简单的真性情,很对宋江胃口,也是因为这样的真性情,被宋江利用了个彻底,话说重好汉到了梁山之后,宋江就接了自己的老父亲来,前文说道,李逵此人两大特点, 孝和义,义字,从他对待宋江就能看出来,孝主要是对他的老母亲,见宋江接了老父亲,李逵就想起,自己在家乡的老母亲,一时心中很是感触,想到年迈的母亲无人照顾,于是决定将自己母亲也接来,可惜,李逵的母亲时运不济,还没有到梁山,就被老虎给害了性命,李逵悲痛之下端了虎窝。 也是因为这样,李逵被人认出是通缉犯,并被官府抓住,朱贵得知李逵被抓,并准备由李云带兵押送时,决心在途中营救,朱父就给他出主意说,李云武艺高强,只一智取,不可强攻,两人在李云押戒的途中截住他,先用迷药麻烦李云击中土兵。 然后拿起坡刀冲着曹太公的装客和看热闹的人就是一通乱砍,反应快地跑掉了,反应慢地就被砍死了,就出李逵后,朱父不忍师父受到牵连惹官司,就劝他跟他们一起上山,过论乘分金银,换套穿衣服的快活生活,李云左思又想,走投无路,只好应允了,俗话说,画虎画皮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这句话用在宋江身上,实在适合不过了,宋江伟时是个伟君子,话说朱贵兄弟和李云跟着李逵一起上了梁山,宋江在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,没有安慰李逵一句,甚至知道他差点被抓走,都没有多关注他一下,反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跟他一起来的朱贵兄弟和李云身上,甚至还哈哈大笑,说李逵虽痛失至亲,但也是一件好事,如果老母亲没有被老虎分时,李逵就不得了, 也不会杀虎,也不会为梁山再招来两只老虎,李逵当时心里怎么想的读者不知,作者也没有描绘,但是按照正常的逻辑,应该是个人都会生气,至少感到很心寒,自己把对方当亲哥哥,又是劫伐场,又是当炮灰,但是对方却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。 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大忌,利用而已,但李逵是谁?李逵是宋江的骨灰级粉丝,就这样,他还是对宋江忠心耿耿,真不愧是铁牛,认定了一件事,死也不回头。 但宋江是有自己的算盘的,从一开始,他就野心勃勃,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小的压司,朝堂才是他的最终目标,他的吉时宇下得目的性极强,成就了他后来梁山老大的位子。 宋江当了梁山的老大之后,数次接到朝廷昭安的诏书,第一次接到昭安诏书时,李逵当场撕烂了诏书,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。 他最敬重爱戴的哥哥,带着他对抗朝廷的哥哥,其实也是最想被昭安的人,大势所趋,加上对哥哥的信任,最终他也跟梁山的其他好汉一样接受了朝廷的昭安,被昭安后,宋江终于可以混迹朝堂,算是圆他的朝堂梦,但是他的这个梦, 是用兄弟们的鲜血和性命换来的,可是即使接受了昭安,梁山种好汉的日子也不好过,他们早已习惯了无约无数的生活,兼知他们曾经落草为寇,经常被人瞧不起,于是少不了跟人产生冲突,而且他们也不能得到朝廷的信任。 刚招安封了官职,就被派往战场,向李逵就参加了征讨辽国、田虎、方辣等战役,几年下来,梁山好汉们也是死的死,伤的伤,在攻打完方辣回来以后,很多好汉便在回来的路上离开了,比如入云龙、公孙盛、武松以及张顺等,随宋江回朝的人寥寥无几。 李逵就是那个一直死心塌地跟着宋江的一个人,朝廷见梁山好汉也已折损大半,也是时候泄沫杀驴了,于是一杯毒酒解决了宋江的性命。 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要把自己的小弟叫过来,然后让小弟一定要为自己报仇,说自己死不瞑目之类的,但宋江的脑回路偏偏跟别人不一样,他是把李逵叫来之后,哄骗他也喝了毒酒,因为宋江担心自己死了之后,李逵会发疯, 为自己报仇,搅乱当时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,李逵的愚中也是感天动地。 临死前他说,生时服侍哥哥,死了也只是哥哥布下一个小鬼。 李逵为了宋江,甘心死在他的手里,这就是《水浒传》中李逵的结局,令人唏嘘,对于每个人,都是存在一个两面性。 前面说道,李逵的忠心与孝心,无人出其右,但他这个人,就只是对他有恩或者他自己的亲人才会那么重视,如果是其他人,则是漠不关心。 在于万春的当寇志中,对李逵又有了一个新的讲解,在该书中写道,李逵是一个极恶如仇的人,虽然有那么一点意气与孝心。 但是他残暴的一面,确实无法掩盖的,在温和度一战,李逵一人敌三人,最终寡不敌众,被赵琪、高梁、唐蒙索勤,这三人忌惮李逵的勇猛,怕有疏忽时,李逵逃跑,就命人挑断了他的手筋和脚筋,剧烈的疼痛,让李逵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,他们把李逵踩在脚下折磨,李逵强忍疼痛一言不发,伴随着粗众的喘气声,而这还不算完。 当扣制中写道,压父京城凌迟处死,说明李逵经过这一番的折磨还不够,最后死于凌迟,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,李逵是一个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的满汉。 他的性格是极为简单之人,他的头脑里没有阴谋诡计,只有兄弟一起,哥哥有难不遗余力,哥哥让死共赴皇权,如此单纯的人设,结局却是格外的悲惨。 而在当扣制中的结局更是惨不忍睹,经过一番屈辱的折磨之后死于凌迟,有人认为在当扣制中的结局太惨,但也有人认为,再惨也是肉体上的折磨,比起死在自己最敬重的哥哥手中还是要好一点。 无论如何,李逵确实是个令人唏嘘感慨的人物,也许李逵的出现就注定着悲剧的下场。 朝堂也好,江湖也罢,都是充满着算计,而李逵是唯一一个没有头脑之人,单纯的盲目崇拜哥哥宋江,在宋江这样会算计之人的手下效力,最终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而像鲁智深,武松也是恐无有力之人,但人家还有主观思想,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。